垃圾徵費原定於上年底推出 因為業界反映 在年底清潔服務業人手緊絕 因此推遲至今年的4月1日推行 謝梓桓上年7月出席一個立法會 會議時曾聲稱一定不會再延期 但謝梓桓今日下午在政總見記者 她指近日收到很多人的反映 市民不瞭解垃圾徵費執行方法和細節 她已經向特首李家超提出兩項建議 將徵費延後至8月1日實施 而政府會於4月1日在各部門和樓宇進行先行先試 透過實際演練 被市民見到垃圾收費的真實操作 她指特首認同有關建議 並指派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進行跨部門的統籌工作 謝梓桓又指香港市民需要時間 令社會了解垃圾收費的細節 在市民不了解的情況之下推出相關的政策 只會導致情況差不多 至於實施的時間 她指不希望再次推遲 指8月是個好時機 至於延期是否與《基本法》23條立法有關 她強調與23條立法完全無關 她又指售賣指定袋網絡仍然繼續 並非停下來等多4個月 當被問到有沒有人需要為延遲實施垃圾徵費負責 謝梓桓重申 收到很多意見指市民不了解垃圾徵費執行方法和細節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應該給政策順暢運作 延遲落實徵費不僅僅會作更多的公眾教育 而是透過先行先試 向市民示範實際的做法是一種負責任的做法 謝梓桓強調政府在推動垃圾收費上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 社會在過去一個星期提出大量的問題 無論如何解說 不論言語文字都難以了解 因此當局需要更多的方式進行宣傳教育 她相信見到實際實行方法之後 不論物業管理公司、市民、前線清潔工等都會了解如何運作 另外 杜苗飲食專業學會榮譽會長黃潔龍 今早在一個港台節目中表示 要將垃圾和廚餘分類需額外空間和人手 擔心有不少食肆難以處理 給了錢不犯法就算 導致最終成本增加 但垃圾沒有減少 形容是雙說